美方科技贊助播出 安培要做啥啦 都是數學 read完就要升天了啦 大子啊 為什麼你不在這裡做實驗啊 安徹如 這樣問錯喔 做實驗比較實在啦 你快點準備一下 我來我來 喔 對 我這樣對嗎 不對啦 線圈這樣不行啦 喔 對 線圈是什麼 要我幫你處理一下 無言 線圈就是這個啦 喔 對 收到了 但是 欸 對 為什麼 你要一個家的電流器 一個家的電池啊 這個嘛 線圈 銅電之後會射出磁力啊 喔喔喔喔 對 對 對 有磁力來通知心 我幫你補給你 MEN啦 欸 線圈在發工啦 喔 對 線圈 也會發工喔 嗯 欸 搞得鬼焦咧 欸 欸 別改啦 我做給你看啦 哦 喔 妝仔阿 你是不要用這 線圈和磁力 是要送什麼啊 喔 我想要看 後來 上面那個線圈產生的磁力啊 會不會讓下面的線圈產生電流呢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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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欸 欸 剛才 你 妳 妳剛才電線這麼下去拿掉的時候 電流器 會燉燈耶 嗆死啦 再多試幾次看看 嗯 想不到是真的 只要有磁力產生或是消失 就會產生電流 雖然安培電流生磁的理論被科學家們公認是神作 但是法拉第沒在怕 他猜想電流磁力 應該像機生蛋蛋生機一樣 沒有誰先產生誰 電生磁 磁也可以生電 為了證明這個想法 他拿出了兩個線圈 一個線圈通電產生磁力 另一個線圈結上電流劑來檢測電流 想讓線圈在磁力下產生電流 幹嘛 電流劑根本沒有動啊 某天 法拉第跟助手安德魯意外發現 在通電與斷電的瞬間 電流劑突然跳了一下 究竟是電流產生的糾葛 亦或是磁力造成的磁蟲 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為了確認這件事 他拿起沒有電的磁鐵 在靠近於遠離線圈的瞬間 電流劑又跳了 這讓法拉第恍然大悟 原來不是磁力產生電流 是磁力的改變產生了電流 這個發現被稱為電磁感應 也讓法拉第開啟了接下來的研究 老闆啊 為什麼磁力改變會產生電流 安德魯啊 你怎麼看過磁力嗎 當然沒有啊 好 你去把我拿鐵粉過來 老闆老闆老闆 老闆老闆 老闆老闆 字幕 李宗盛 這樣有漂亮嗎? WTF 真漂亮 太厚了 亂撒也能撒出磁力線啊 太厚了 我米勒姿勢也能做出這偉大的藝術品 烏野 這些鐵粉是受到磁鐵的磁力影響 才拍成這些線條的 所以這些線條不就是磁力的樣子嗎 原來這就是鐵粉的力量啊 各位鐵粉們歡迎各位幫我們按讚、訂閱、加分享喔 那是說磁鐵的磁力是長這個樣子 一起看看 如果把磁鐵靠近線圈會發生什麼事 這裡面的磁力線越來越多了 法拉蒂為了觀察磁力改變會對線圈造成什麼影響 是它在磁鐵附近灑滿鐵粉 鐵粉會因為磁力的影響拍成一圈一圈的細線 而法拉蒂發現這些線跟操場跑道十分相似 每圈跑道都有方向而且不會交叉在一起 這個就是現在所說的磁力線 它還注意到越靠近磁鐵的兩端 磁力線會密密麻麻的 而磁鐵兩端正是磁力最強的地方 因此法拉蒂推側磁力線越密 磁力就越強 於是法拉蒂重新用磁力線的概念 來解釋當磁鐵運動時 線圈內的磁力線也會跟著改變 而改變的速度越快 產生的電流就越大 運用電磁感應與磁力線的概念 法拉蒂發明發電機的原型法拉蒂潭 這時法拉蒂也開始了新的研究 不過卻發現 安德魯 這是我的最新發明 發電機 奇怪捏 為什麼剛剛這一根比較大 這根比較小呢 那是因為 有些金屬比較容易導電 有些比較不容易 像很有主力一樣 你是哪裡來的鬼腦袋啊 不如我們就趁這個新發現 就是電阻吧 對 但是 五年前 老人化現這些電子 真的假的 五年前 沒錯 我們在五年前成立 要透過科學帶給孩子 時間夢想 友情和能力 你說什麼啊 你有騙沒騙 我一看就知道了啦 不是啦 對 真的五年前老人化現咧 所以說 是誰啊 聽說 是可以叫做 歐姆的狗狗的物理神祭啊 法拉第發現的電子感應 在當時其實並沒有什麼用 不過隨著後續發電機的改良 人類也開始學會 用電去發展出各種不同的裝置和設備 而我們今天能夠有這麼方便的電器可以使用 都要感謝法拉第啊